第2章 和第3章 物質的雙元特性 我們上次已經講到 這個課剛開始 第2章跟第3章 其實要講的是 物質的雙元特性 物質的雙元特性 這個雙元特性 我們第一個就要講一講 波動的粒子特性 波動的粒子特性 所以這裡面有4個重點 4個重點 第一個我們要去談一下 這個黑體輻射 不過在談黑體輻射之前 我們今天會花比較多時間去講 這個EM Wave 這很多東西可能 以前大家已經聽過 不過我會再提醒一下 整個EM Wave的特徵 那到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會去看一看光電效應 光電效應是一個非常標準的例子 就是說原來你認為是 波動行為 但是你發現波動行為沒有辦法 完整的解釋 就是所謂的光電效應 你最後一定要把 粒子的概念 實際上就是所謂的光子的概念 拿進來以後 你才能夠完整的去描述光電效應 好 那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會去談一談 X-Ray怎麼產生 那大家在晶體造社學都知道 其實X-Ray在材料分析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 那到底X-Ray怎麼產生 當然大家在晶體造社 可能也已經多少 已經上過這個部分 好 那接下去呢 我們講到康普敦效應 康普敦效應 康普敦效應就是更是明顯的一個 粒子的特徵 那基本上大家以前在高中就學過這樣的一個效應 它就好像是兩個撞球一樣 那你去看它的動能跟動量守衡 那只不過說在高中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把這個所謂的相對論的修正 把它拿進來 那不過我如果沒弄錯 在普悟的時候大概就已經講到這個概念 不過我們在這邊會再重新的把這整個概念重新再講一遍 而且呢我們回到第一章 在相對論的修正那個部分 沒有講到的部分 會在這個部分跟大家來說明 那最後一個呢 我們要講到Pair Production 那上次我們有提過 這個現象等於就是說 你看到有一束非常高能量的光進來 那基本上它的能量要到MegaEV等級 那這樣的一個高能量的光進來 它跟物質產生交互作用以後 你會發現這個光會不見 然後會產生一個電子正直對 那這個是所謂的Pair Production 那我們也會在1-4的時候 你會很明顯的看到 你需要用一個粒子的概念來解釋它 那你也會去看到說 為什麼你要在這麼高的能量之下 你才會看到這個Pair Production 意思是說 平常我們在這種可見光的範圍之內 我們是沒有機會 你突然看到一個光速線進來 不見了 然後產生兩個Particle 這個在一般的可見光的範圍 是不會產生的 那我們會在1-4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事情 電磁波 EM Wave 那大家都已經知道 其實它是要有一個 震動的電場 震動的磁場 而且呢 它事實上是正交的 包括它的行進方向 這三個方向 基本上是 互相垂直的 互相垂直的 那 在過去大家學過的這些 Masswell Equation裡面 你也了解了就是說 當我在改變一個 我們最早的時候 你知道就是說 改變這個磁場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電流 或者是所謂的感應的電動式 或者是所謂的感應電動式 有沒有同學知道 這個是什麼定律 當你改變磁場 或者是磁場相關的概念的時候 你會產生一個感應電流 或感應電動式 這個叫什麼 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有沒有同學能夠更精準的告訴我 法拉第定律是怎麼說的 完整的法拉第定律怎麼說 這個法拉第定律怎麼說 這個上面已經告訴你了 它是磁場的改變 造成的感應電動式 或感應電流 對不對 但它完整怎麼講 磁通量 磁通量你不能只是改變喔 它要隨著時間變化 對不對 你的公式裡面很明顯告訴你 隨著時間變化 磁通量要隨著時間變化 對不對 這個磁通量的變化 你會產生感應電動式 當然這個物體如果是一個導體的話 那你看到會是一個感應電流喔 OK 好 那這是法拉第定律 那實際上呢 你如果用 某種程度的對稱的概念 你去看它的話 那麼 Maswell就說 其實呢 當你在這個 改變電場的時候 改變電場 那麼你會 產生 周圍會產生磁場 這個比較簡單的就是 我們常常講的安培定律嘛 當你有電流進來的時候 那你周圍會產生磁場 好 這兩個事情都在告訴你 同樣一個想法就是 磁跟電之間 其實在做互相的轉換 會有磁聲電 或者是電聲磁的概念 OK 那這些東西 當它隨著時間在做變化的時候 那麼你就會看到 某種程度上 它就形成了電磁波 就我剛剛講的 電場磁場 隨著時間的變化 然後它們都是一個正交的概念 所以呢 它的travel的這個方向呢 實際上是跟電場跟磁場的 這個方向 很垂直的 這個整體上 就是所謂的電磁波的概念 好 那接下去這個是我希望 你真正回去圖 或者去谷歌看一下的 最早的時候 赫子這個人 為什麼我們現在所有的電磁波 用赫子來當作頻率的單位 因為赫子是第一個人 真正在實驗上 號稱把這個電磁波做出來的人 好 所以呢 我要大家真的回去看一看 這個現在因為 Google其實是非常powerful 但你要去辨別這個 資訊到底對不對 你一定可以在上面找到這個答案 去看一看 赫子怎麼樣去創造這個電磁波 實驗上它怎麼去驗證 這個它的波長 然後呢 還有這個它的速度 它怎麼做這個事情 然後呢 它也能夠去真正證明說 它的電廠跟磁場的component 事實上呢 是真正 我剛剛講的 互相的垂直 那 這個實驗我就讓你自己回去看 常常我在上課叫你回去看的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因為在 某一個時間點上 你就非得要寫出來不可 所以 你要真正回去看一看 OK 好 那 它就發現呢 這樣的一個電磁波 很明顯的具有波動特徵 我們常常講的波動特徵 有幾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 它會被反射 我們看到一個光打到鏡子 這個光會反射 這是明顯的概念的一個波動的行為 你會看到有所謂的這個 繞射的現象 閃射繞射這些現象 也就是說 光不是 完完全全走直線 它某些時候會繞道而行 會有這些繞射的行為 閃射的行為 甚至呢 當你有不同的這個 光源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 它還會有所謂的干涉現象 interference 那這些都是標準的 所謂的 波動的特徵 那所以呢 他就說 赫子就說 我創造出來這個電磁波 基本上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標準的一個 波動行為 好 那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想要花一定足夠的時間 談一談電磁波 那為什麼呢 我上次提到了就是說 我們在後面 會談到各式各樣的光譜 光譜這件事情呢 在物理學上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因為有很多的 基本的物理現象 實際上是因為光譜的觀察 所看到的 那光譜對材料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 大家已經知道 這是S光的光譜 那這裡面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光譜 你因為這些光譜 所以你知道 哪些東西 比方說成分 你可以知道 成分分析可以靠光譜來得到 所以當你在講光譜的時候 你常常要問的是 這光譜怎麼產生的 我們在後面就有很多 包括轉動光譜 振動光譜 原子光譜 那都是我們要去討論 為什麼你會看到這個光譜 那接下去有一個重要的事情是 這個光譜它會落在不同的 頻段範圍裡面 那你對這個頻段要有一點點概念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上面這裡 OK 好 我們從能量最高來開始看 Gamma Ray 那Gamma Ray 大家都知道這能量非常高 這跟我們整個課裡面 最相關的是 我們剛開始講那個 Pair Production Pair Production 我們就會發現 它需要到非常高的能量 Mega EV等級 百萬電子伏特等級 那這個chart裡面 你會發現 它基本上用的是頻率 還有這個波長 其實某些事情 你要變成是你的common sense 你要大概知道 某些數值 到底什麼東西 是落在什麼頻段裡面 那像Gamma Ray這件事情 常常我想到的都是能量 因為它是一個能量很高的 一種電子波 百萬電子伏特 所以會跟我們相關的 當然你如果是跟 天文學的人講 這個Gamma Ray 就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但跟我們來說 比較有關的就是 Pair Production 當你的波段越來越短 短到X-Ray的等級 首先我就問大家 大家都學過晶體繞射 馬上有沒有同學可以告訴我 你心裡面想到的X-Ray 大概它的波長在什麼範圍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記得住這個波長 有沒有 X-Ray的波段 你最知道 它當然有個range 你從這個上面你就知道 X-Ray是有個range 對不對 但是 你已經修過晶體繞射學了嘛 那你就知道 X-Ray的波段 你經常知道波段 是一個什麼樣的range 10奈米 為什麼你會講是10奈米 金格的間距 這是不對的 間隔 10奈米是100個entron喔 對吧 0.1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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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非常標準的答案 所以你對X光的感覺 應該是entron entron等級 為什麼是entron等級 因為你拿來做X-Ray的擾射嘛 對不對 你從公司你就知道了 布拉格的定律 從高中就開始學了 2d sinθ等於λ λ是S光的波長 那你這個公司要能夠等號 你的λ一定要跟d 在同一個數量級嘛 對不對 那大家都已經在材料讀了兩年了 你大概應該要知道 在材料這個領域裡面 原子的排列就是entron等級嘛 間隔也是 然後d spacing 就是平面之間的距離 大概都是幾個entron 所以你就知道 X-Ray 你真正應該知道 它要在entron等級 當然它有一個range 我剛剛一直講 它其實是有一個平寬的 它有一個平寬 對我們來說 X-Ray拿來當作是一個 這個材料分析工具 純粹是因為它剛好落在 跟原子跟原子距離 差不多的一個範圍內 所以它大概要是entron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是跟X-光有關的東西 到UV光譜了 UV光譜 有沒有同學可以告訴我 你在材料上面 或者什麼東西上面 你曾經聽過跟UV光有關係的 有沒有 有沒有 防曬有很好 防曬有很好 防曬當然就是UV 還有呢 變色眼鏡 變色眼鏡 為什麼變色眼鏡跟UV有關係 它是說 可以把紫外光洗掉 然後產生一隻 然後就贏得很大 這個也是啦 它事實上 同學在講的就是 我的眼鏡就是這種 我走到室外以後 我會變黑色的 它是跟UV光產生 這個interaction 在材料分析上 有人知道 跟UV光譜什麼關係的嗎 這個可能不見得 每個同學都知道的 這個叫做 UV visible 就是紫外線跟可見光的光譜 紫外線跟可見光的光譜 這個東西拿來做什麼呢 等一下我會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叫做 太陽光的spectrum 太陽光譜 太陽光譜 太陽光譜在 UV到可見光這個範疇內 它其實有很高的intensity 所以呢 所有要跟太陽光有關的應用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太陽能電池 你要用到太陽光有用的 你當然就要選在這個波段裡 因為這個波段 UV到可見光這個波段 是太陽光的intensity最強的波段 OK 所以呢 我們會有一種光譜儀 它想做什麼事呢 它想要知道 我給它一個材料之後 在可見光跟紫外光的範圍內 到底有多少的光是可以穿透 穿透率是多少 反射率是多少 吸收率是多少 有這樣的光譜儀 有這樣的光譜儀 那這個光譜儀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在測 你感興趣的這個材料 它的所謂band gap到底有多少 大家多少都應該知道半導體 就是說 我們在半導體裡面 我們說 好我們有一個所謂的 這個vance band 架帶 有一個所謂的conduction band 導彈 這兩個之間 其實有一個是 沒有任何電子可以存在的 這個中間我們就知道它是band gap OK 能帶的寬度 這個在很多應用裡面非常重要 等一下我去談到 太陽能電池的時候 我會再把這個事情再講一下 好 所以呢 我在很多的研究裡面 我就要去了解 這個材料 它到底所謂的band gap有多少 那這時候你要用的就是 UV visible的這個spectrum 你要去測這樣的一個光譜 你要去測這樣的光譜 OK 好 那 你之後會發現 在跟我們的課裡面有關 你會發現 可見 尤其是在UV這個範疇 或者是比較短波長的可見觀這個範疇 它其實是產生光電效應最主要的一個範圍 產生光電效應 所以我們很快看到光電效應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幾個電子伏特這樣等級的這種光 幾個電子伏特這種光 就是UV還有在比較短波長的可見光 它是最容易產生這個 我們看到的這個光電效應的一個結果 那實際上呢 光電效應也在後面的很多的應用裡面 會被用到 所以我們等到看到這個光電效應的時候 我們會再來做一個說明 接下來當然就是可見光了 可見光大家都已經知道 波長就是400到700個Nm 400到700個Nm 你所有 我們現在經常要去改變顏色啦 改變所有的視覺效果 你在講的都是在做可見光的一個調整 那這裡面就有牽涉到很多所謂的光學的技術 光學的技術 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我們做很多的建築物的玻璃 微木玻璃 那這些微木玻璃就有很多很多 各式各樣不同的功能存在 舉一個例子 它第一個一定是美觀 美觀 那你怎麼樣讓它美觀呢 它實際上是在控制 就是這些微木玻璃上面的鍍膜 它的N跟K值 就是這些 Index of Refraction 還有它的Absorption 這些東西 當你控制它的NK值的時候 尤其如果你是 兩種不同的膜在上面 你去考慮它的NK值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有所謂的光的Interference 這時候你就可以藉由這些鍍膜 調整這個玻璃的顏色 這個膜本身也夠薄 所以它不會完全擋住入色光 也就是說這個玻璃它還是可以從裡面看得出去 可是你從外面看的時候 它某種程度上是有顏色的 所以你要去調整這個 你的鍍膜的NK值 然後來調整你的美觀程度 好 那這些玻璃本身 常常還想要達到一個效果是 防熱 防熱 那熱經常是這個IR造成的 就是紅外線造成的 所以呢 你就會有很多的想法 就是說 你怎麼樣在這玻璃上面 做各式各樣的設計 尤其是鍍膜的設計 你要嘛就是完全把這個IR反射 要嘛是把IR能夠吸收在這個材料裡 讓IR光甚至部分的UV光 它不會進到這個室內來 它不會進到室內來 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應用 而且從我來看事實上是 概念上很簡單 但是實際上有滿大的挑戰 所以它具有非常高的附加價值 大家都應該做過那個 就是叫車 就是我們平常的這個車子 尤其如果你自己會開車的話 你就會明顯的知道 你的前檔玻璃 你是用什麼樣的防熱的貼紙 會非常明顯的在夏天 影響到這個車的室內溫度 我以前其實沒有特別覺得怎麼樣 我以前第一台車的時候 貼這個防熱貼紙 反正那個Sales就跟你說 哎呀這個不錯 你就貼這個 那你就發現 只要放在這個太陽光下 可能不用一個小時 你上車你就覺得非常非常的熱 所以等到第二台車 我在換車的時候 我就稍微做了一下study 我就google一下 到底什麼是最popular的這個隔熱貼紙 當然就有很多很多的選擇 後來我就發現 有一家就比較有專業性了 這個是3M的貼紙 他就說呢 他可以讓這個室內 就是這個車子裡面 他的溫度非常低 但是能見度非常好 能見度 就是你開車的時候 你看出去外面 你的能見度能夠很好 下次你仔細看這些防熱貼紙 他有兩種不同的設計 一種設計就是非常暗 甚至是有金屬光澤 所以你從外面 基本上看不到裡面 這種貼紙大部分 你從裡面看出去 那個視力也不會太好 就是穿透度不會太好 他防熱效果可能還不錯 另外一種就是我剛剛講 3M類似這種等級的貼紙 他事實上 你的可見度 你可以看出去的這種可見度 可以看得非常的好 可是呢 它的防熱效果也可以非常好 我現在要給各位一個小小的問題 我從電磁波的角度來說 假設我今天就告訴你 我現在買一個3M的貼紙 我告訴你 那個前檔玻璃這樣子小小一塊 它可以賣到1萬塊 這貼那個前檔玻璃 造價就是1萬塊 請問你從材料設計上 對於電磁波的概念 你要這個貼紙有什麼樣的特色 大家聽得懂嗎 你的特色是要防熱嘛 但是對我來講 我希望要看得出去 某些人他可能希望 在車子上做什麼事 別人看不到 那對我來講是 這個要能夠看得很清楚 要看出去看得很清楚 安全上顧慮比較重要嘛 所以我的需求是 我要能夠看出去很清楚 可是我又希望我車停下來的時候 它能夠真正達到 非常好的隔熱效果 所以從電磁波的設計上 你希望這個材料本身 要具有什麼樣的特性 來 反射紅外光然後可見光可以穿透 呀 就是說你一個要是反射或吸收紅外光 但是你要讓可見光穿透 OK 這個聽起來很容易 實際上你看他3M為什麼要賣這麼貴的錢 這不太容易 而且他用的還是一個高分子的base 你今天如果是其他base可能還容易 當然他有一些 他最後是有金屬coating在上面 你如果去看那種就是 看不到 看不進去裡面的那個 那大部分裡面都有金屬coating 那金屬coating用的就是全反 就是用反射的概念 但用反射的概念會有一些討厭的地方 就是你那些高速公路上要 那個叫什麼code E-tag E-tag E-tag經常會受影響 因為 因為那個 他會跟這個 E-tag他事實上是 在高速公路上有很多地方他在發射訊號 然後你的E-tag收到訊號 所以知道你的車已經通過那個地方跟你收費 可是你的那個玻璃上面如果是很多是有金屬coating的話 他會把那個訊號把它反射回去 那你的E-tag會收不到 所以那個會造成E-tag的干擾 還有包括你的那個行車記錄器 都會受到這些干擾 所以你就會發現在這整個設計裡面 它對於這個電磁波的選擇就很重要 那接下來你就會問說 我怎麼樣去決定 什麼樣的材料 這個材料可以讓 某個波段的光 是被吸收或反射 但是某個波段的光 它是可以穿透 那這個概念就會跟剛剛我講到 我們在講band gap這個概念有關係 我把問問一下 受傷心 有的